继续提供给您可以做爱心的消息 平科大的野生动物收容中心 在寒流来写的时候 会为红毛猩猩准备棉被 以及麻布袋让它们保暖 那是因为最近温差很大 保暖用品大量耗损 红毛猩猩常常冷得睡不着觉 收容中心里面的红毛猩猩 缩着身体窝在棉被里面取暖 一脸俊容似乎没有睡好的样子 有的则是用棉被当坐垫窝在上面 平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 目前有17只红毛猩猩 来源大多是走私引进后 被四主弃养 但是因为长期跟人类相处 不适合回到原产地 才会被中心收容 中心希望可以帮助红毛猩猩们 收集到足够的棉被和毛毯 让它们过个温暖的冬天